我会讲它咖啡那边真的是食物多到选择障碍 我等一下要专心吃龙虾 因为它龙虾真的好新鲜好甜 如果你们能吃牛爱吃牛的人 你们也可以来这边 你知道为什么吗 还有那个牛吃到饱了 哈喽大家好我是马铃属生叶玲 我现在人来到了台南 要跟台南的朋友说声很抱歉 之前我们跟大家分享的公庙美食 其实因为我们没有做足功课出了很多的包 真的是非常的抱歉 然后有答应大家 以后要多跟大家分享台南的美食 所以我们这次就来台南了 不过这次来台南 其实我们有个口袋名单一直想要拍的 就是饭店buffet吃到饱 因为听说它是南部最强的buffet吃到饱 对目前是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带大家去试吃看看 这家饭店吃到饱到底CP值高不高的 好那我们出发吧走 好 好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現在已經入座囉 不過呢 我們有小遲到 你知道它其實11點半就可以入場 但是呢 我們人是12點入場 然後我們拍到完已經12點半 笑容整整浪費了一個小時 不過不用擔心 因為它的午餐時間是11點半到2點 欸 等一下 所以 我們等一下要趕快吃 因為胖沒有時間 我覺得如果你們平日午餐來 非常划算1180 龍蝦吃到旁 記得是龍蝦咖 然後它還有龍蝦粥 然後還有烤龍蝦 而且 不只是如此 你看 它的擺盤很精緻 它還有乾肥 我跟你講它咖啡那邊真的是食物多到 選擇障礙 我只不知道要從哪裡拿起 所以我們就先從我們最喜歡的海鮮吃好了 對 因為它的海鮮真的很多 對 真的 就是不管是熟悉生食啊 或者是海鮮啊 都非常非常多 其實它的龍蝦呢 是會口拌的 所以就等於說一碗是半隻 對 因為這樣煮起來了才容易快熟 而且味道應該釋放出來 對 你看它那個龍蝦肉已經差不多是呈現在 我覺得已經是 還蠻熟透的狀態了 我先喝喝看它的湯頭好不好 應該是蠻暗的海鮮味 其實它沒有過多的調味 而且你看它的湯頭啊 它還有魚片 然後還有加蛤蜊 這個是扇貝對不對 扇貝 那我等一下來試試看它那個龍蝦肉 因為我覺得它龍蝦肉煮得還蠻熟透的 看會不會很柴 好甜喔 很嫩耶 它完全煮的時間剛剛好不會過魚柴 因為龍蝦肉本身實在有一點嚼勁的 可是我覺得它比較偏嫩一點點耶 我等一下要專心吃龍蝦 因為它龍蝦真的好新鮮好甜耶 而且這個飯量其實算大隻的 雖然是半分 但是我跟你說 你後兩碗就拿一隻了 但是很少有人會把龍蝦拿來煮粥 很奢侈的 對 這個感覺好奢華的粥耶對不對 很好吃 對 就是這樣子 哦 那小編 你要一口塞嗎 對 要一口塞 哦 豪邁的吃法 龍蝦的味道真的太香了 它們見得到海鮮品質還不錯 我看看它 然後這個一樣有滿滿的海鮮的味道 這個肉感覺好緊實哦 對 因為烤的會讓肉比較緊實 然後煮湯的呢 它會讓肉比較多汁 哦 對 它會比較軟嫩一點點 對 這個真的是走緊實路線耶 因為我覺得它烤 畢竟會把那個水分震倒掉 如果能夠淋上炸汁吃的話 我覺得會更好吃 如果你們能吃牛 愛吃牛的人 你們也可以來這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它有那個佐牛吃到飽了 它的肉汁啊 烤過之後啊 都還保有 沒有說烤完之後特別乾 唯一的缺點就是 一次只能撿 你知道它這邊有一個規定哦 就是每一個座位呢 它都會給你一個這種小夾子有沒有 然後這個夾子呢 你就可以去投你想要吃的食材 你就投在那個碗裡 然後就一次只做一份 它的板材真的好用心哦 很像那種高級鐵板燒 真的哦 謝謝看他們家的生魚片 我先吃它的制烤花枝 它的花枝跟一般的料理 連比起來的話 它是算OK的 中規中矩的 對 中規中矩 但我覺得最期待的就是這個 鮪魚 它的鮪魚很厚切耶對不對 對 烤火雞巴 對啦 所以它的花枝算是比較一般 但是它的鮪魚其實很推薦的啊 我覺得它的鮪魚還蠻推薦的 它的生魚片的種類 雖然說沒有很多 但是每一個我覺得 都給的滿足的 因為它們像有一些生魚片啊 知道吧 給的很花朵的 然後就切的小白 而且你看它這邊還有這個 迷你海鮮丼 好可愛哦 這個呢很適合再把它 再吃到飽出現 為什麼 因為我們吃到飽只是想要吃個味道 所以它做成迷你的其實蠻貼心的 它有放鮪魚的生魚片 然後還有鮪魚的 而且它這個也是很厚切的那種耶 我試試看這個鮪魚的好不好 這個應該是去飯囉 因為我覺得有點黏的 對 這個飯也只有溫和形的 不會說很酸 然後這個是生鮮雞干貝 這干貝就是生的 剛剛是煎的 這個是生的 我覺得這生的更好吃 因為生的會入口即化 這一碗可以拿 可是拿一碗就好 因為怕會吃到飽 這邊也有 蚵仔吃到飽 蚵仔有跟炒的跟蒸的 這個蒸的上面就有調味對不對 它是放蒜蓉的 哦 這個簡單放蒜蓉的應該還蠻香的喔 試試看喔 等一下 你看那 這個巨大 它們該不會每個蚵仔都有挑選的 還是一盤裡面會有一大一小 應該都是蚵仔 有可能是隨機的喔 它也一樣也很貼心 有給這個人的公片 你們就可以攒一點螢幕片 因為怕太新的話 但這個可以去新 這個很鹹耶 這個給它可以多拿 然後另外一個這個是蒸的 蒸的我覺得應該也很厲害吧 我試試看喔 加了蒜蓉的 真的也不錯耶 因為蒜蓉本身就很夠味嘛 所以這個屬於重口味的鵝啊 這邊除了和牛之外呢 它有非常多的肉餅 像是這個是骰子牛嗎 對不對 對 鐵盤骰子牛 我覺得煎得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它外皮啊 會比較卡一點 然後裡面呢是比較軟嫩 另外呢我帶它點心去 有看到一個這個蠻特別的 這個好像蠻像那個阿哩泡 喔 它該不是包龍蝦吧 龍蝦子 好 這個給你試試看 欸 它連味道都好像拿一下那個咖哩泡耶 它外面那種是虫皮 我覺得它裡面那個不是蝦子 是龍蝦啊 因為它有那個龍蝦的那個嚼勁的口感 然後這個是花蟹 它好像也是因為季節不同 然後它那個蟹種也不太一樣 喔 好甜耶 欸 螃蟹也可以多拿 然後它這邊的小卷也蠻多的 我看到有來自洪湖的小卷 洪湖的小卷都這麼見重 那是不是會冷掉的關係 所以本來我預想中它應該會更Q一點 可能我們剛才真的放一段時間 它有一點冷掉了 這邊其實有一些炸物也是可以試吃看看的 現炸呢 感覺好脆耶 超大一條的有沒有 好 我們來試吃看 我覺得現炸的就是不一樣的 吃一條就飽了 所以我覺得這個兩個人可以吃一半就好了 這個應該是日式料理居酒屋很常出現的肉串 這個也是要餡點的 這完全不是外面居酒屋賣的那個肉串喔 我先試試看這個法式棉花糖 因為看起來很特別 真是沒有人拿耶 法式棉花糖跟法式棉花糖不一樣 超級濕潤 有一點點像是吃那個乳酪的那種濕潤的口感耶 那它的甜點我覺得有一個比較特別的就是這個 舒芙蕾 它這個醬汁有三種口味 我是選了一個藍莓醬 我覺得這個舒芙蕾呢 它有一點好像烤到比較熟一點點 因為一般的舒芙蕾切下去呢 它就有點像那個蛋黃一樣整個流出來 我覺得有一點像雞蛋糕 再來它這邊的酒是喝到飽的 就是不管是調酒啊 還是紅酒白酒啤酒等等 我點的這一杯呢 它是叫做什麼特工隊喔 它是一種調酒 我有聞到好像是Vaga的味道嗎 就是雞尾酒 咦?這喝起來很像雪碧 完全沒有什麼酒精味耶 好我們已經用餐結束了 來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們今天的用餐心得 我覺得整體來說其實真的很不錯耶 特別我對它的那個海鮮的印象是最深刻 我覺得它龍蕎真的超級新鮮 而且干貝也好吃 只要是海鮮類的我覺得都沒有雷的 對如果扣除海鮮類呢 其它的一般的品項啊 我是給它及格啦 對小朋友說呢 他們的熟食區的部分啊 基本上就是屬於及格 中規中矩 沒有到很敬業這樣子 對如果硬要我來說的話 來這邊吃啊 其實你可以跳過熟食區 因為它的海鮮的封條方式 有分很多種啊 比如說光一個龍蝦就三種耶 他們也是有小心機的喔 你知道那種用夾子單點的 其實都要等一些些時間 比如說像我們點龍蝦好了 它這樣子送上來喔 也都要15到20分鐘 其實沒有很快耶 對然後再加上你中間 你又去吃其他東西 你在等待的時候 其實你吃一隻了 就飽了 就飽了 然後再來我覺得 女生會非常喜歡它的那個甜點 所以因為它甜點選擇也是 超級無敵多 基本上呢 我剛才吃那四個到五個的甜點 我就已經吃不下其他的了 假設說你們要以最CP值的價格 來吃龍蝦吃到飽的話呢 建議你們平日午餐來 因為平日午餐只要1180 好 以上的影片呢 就分享給大家囉 如果是台南的朋友 或是北部的朋友 如果你們下次有來台南玩的話呢 我覺得你們可以參考一下這家飯店 因為我覺得他們那個 BUFFET吃到飽真的是 CP值還蠻高的 好 那就分享給大家囉 如果喜歡這支影片呢 記得幫我按讚跟分享 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再見